出狱的大哥接風沒想到卻爆發衝突 台南原名蔡姓男子 為了迎接賈氏出狱的大哥 找來二十多人 在監獄外放鞭炮慶祝 遭到御方阻止 男子不滿當場爆發推擠衝突 其中甚至還有人 對著圓景大聲標罵 監獄前一大群黑衣人 對著圓景不斷叫囂 其中還有小弟 對圓景標罵不雅自演 雙方爆發衝突 好幾十人在現場 推來推去 場面一度失控 事發在二十號下午五點多 台南第二監獄 原來是為了幫賈氏出狱的 林姓男子接風 蔡姓男子帶了二十幾人 大陣仗在路邊 擺放一整排鞭炮要慶祝 不滿被管理員制止 雙方這才爆發衝突 一排鞭炮煙火準備要施放 已經維持到我們機關的安全 維持到一般的民眾的安全 所以我們才特別請他說起來 衝突就從這邊產生 那還好圓景即時到場 根據了解來接風的蔡姓男子 和林姓男子兩人曾世遇有 蔡姓男子今年六月剛起滿出間 特別前來接風離開時帶領車隊 沿途明暗喇叭 還將影片PO上網 囂張至極 蔡姓的群眾嗆聲並推擠援警 到場一面制止 一面通報請求警力支援 以防礙秩序及防礙公務等罪嫌 暴請台南地檢署來指揮偵辦 公然包圍檢獄鬧事 現在檢察官已經開立七張鞠票 通知蔡姓主嫌以及在場住室的嫌犯 目前一共14人到案說明 這下狼狈落網 囂張棄案全消 九號無期台南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